大家好 我已经四年半没有见到我的妈妈 她退休了以后和她老公离开了黎昂 搬到法国总部偏远的农村 La Cruz 是不是鸟不拉尸的地方 What? 我不知道呀 我自己也没有去过 到那边没有火车跟没有飞机 只能开车 今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开到那边 去看我的妈妈 看一下她的房子怎么样 我也要回答一个大问题 在法国农村 这样的房子需要花多少钱呢 出发喽 我的姐夫开车 姐姐、外甥和外甥女也都来了 我往Cruise 一共需要开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因为轮胎坏了 我们快到了 还有两分钟 四年没有看到我的妈妈 有点紧张 她会不会不认识我 二分钟 二分钟 三分钟 二分钟 一分钟 凤子 一分钟 我来自来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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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 那是車子 我們到了法國的大自然 你們看一下 這邊的環境超級美 都是綠色的 會讓我這個常住上海的法國人 特別放鬆 舒服 整個鎮的人口不超過80個人 包括成長 對,還有很多動物 羊 我們和我們的老鄉在一起 女子 牛 綜色的牛 白色的牛 我太喜歡牛 也有很恐怖的狗 這邊就是我媽媽的家 整個懷孕屬於我媽 她自己種了很多蔬菜和水果 核桃 蘋果 樹莓 茄子 菠菜 我媽做的菜超級好吃 而且她主要用她自己種的蔬菜 特別健康 我來了四天 會不會胖四公斤呢 你們 平時會老家 也會胖嗎 別墅的話 我直接讓你們看看 這個 不是我媽的別墅 我媽媽和她老公的房間 姐和姐夫 外生和我 廚房 小倉庫 房間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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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的老公 是Napolone的超大粉絲 她會收藏很多小小東西 還有一個神秘的房間 你帶我們去哪裡 呃 在蝦 蝦 蝦 哇 哇 可以啊 哇塞 哇塞 那這樣的房子 加上這麼大的花園 要多少錢呢 首先你要記得 這邊附近什麼都沒有 買東西 看醫生 看朋友 這些事情 在這裡 都比較麻煩的 基本上沒有任何工作機會 所以 雖然環境很好 舒服 可是還算法國比較窮的區域 只能開農場 或者老了以後 來這邊享受很慢的生活速度 所以 這個房子的價格 18到10萬歐 對的 差不多60萬人民幣 你們已經覺得超級核酸 覺得奇怪嗎 可以 評論一下 那我要不要在這邊買房子 算了 我還是回去我上海的家 退休以後 再說吧 謝謝 謝謝 我們都在一起去 謝謝 我們在這邊 拜拜 拜拜 阿瑟 拜拜 拜拜 拜日 拜拜